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平常我们所使用的一些烟窩 这一种类叫做烟烟 这一种类是比较难找到的动烟 而这一种就是血烟 在这一些各种类的烟窩 基本上我们都是通过传统的方式 把这一些烟窩经过挑毛 把肮脏的毛和废物给拿掉 那弄清洁了过后 他们就会个水顿煮大概是三四个小时 然后服用 传统的烟窩呢 你可以看到是一条一条状的烟窩 然后在服用的过程当中 是我们的胃不能消化 这一种一条一条式的烟窩 那么我们基本上只吸收大概是5%到10% 那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 平常我们所看到的烟窩 经过生物科技的分解 然后把它给变成烟窩精华素 那什么是烟窩精华素呢 那就是把传统的烟窩 经过酵母的一些分解过程 那分解过程过后呢 你会看到的就是 完全是100%水溶性的烟窩 但是那些小细毛就会缝出来 它再继续下来呢 我们是用通过过滤窩 把这些小细毛给过滤掉 所以你会看到所过滤到的那些小细毛呢 就会在过滤窩上面 那出来的水呢 就会是100%清洁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就生产了这一个烟窩精华素 它是可以让我们身体 马上吸收到这一个烟窩的小分子 然后达到100%的吸收 只要每一天不用一罐 大概在7到10天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烟窩的成效